我們上街的成績中了15.11米 都是第四 但今年他這一跳最強的成績 第四 是14.9米 但是這個成績已經足夠 令他踢到這一面的金牌 不論比亞選手都沒有關門 分別就要踢到這個金牌和金牌 好了 男子三次是障礙的比賽 都是肯硬的選手 008年的地步 他只是排第四 而希臘那一屆排第五 參加了今次第三屆的武運 還要跟著這一側 是成功跳得夠遠 80.59米 非常最好的成績 他只是重點 便是 你看看有甚麼賽事 值得關注 經紀體操 以及男子跳馬 它的決賽 還有一個是射擊 男子菲利多香的決賽 站在冰 自從2006年參加國際所謂微鳳敵手 今次兩位很厲害的 一個是意大利的 這是莫迪蘭 另外一個是俄羅斯的巴蘭丁 幫他贏了酒店 先和客人一會就說錯了 還這麼早就先幫他們 幫忙 幫忙 醫生 一小子大餐 一大餐 還沒 如果是這則是有其他公司 一任 李宗盛